You love me, hate me, I don't really care, I don't really care Hey what's up,我是爱说唱的迪伦 斯大陈老师这一组的rapper 真的是每一位都有他自己的个性 不仅歌曲好听 而且每一个rapper都很有趣 接下来要上台的是一位女rapper 她叫做Elan Let's go Cos you wanna party I bought the last ride So then you're rocking 小时候最爱无缘无缘 心中别大地哼着melody 像随时陪着你旅行到巴黎 Oh oh Hipop that hipop 我想I don't really my day 的自己城市总的远随 淡黄还也才美 先是我的白马 做自己的休 希望我的听众一直都站在那圆圈 What you know 感觉最近的这两个 Elan都不太 音乐都特别的吵 What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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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really care I don't really care I don't really care Love me I don't really care I don't really care Oh 这种压轴嗓音唱这种旋律 太温暖了 体感 I don't really care I don't really care I can't love me I don't really care I can't love me 但这个也是它的天 I don't really care 我以后 I don't really care I don't really care I don't really care Well see you love me That I'll be fine So inconsist Laureate That I'll be fine I don't really care 这个大学力气Rap不好觉得 刚才那个设计不错 这首歌还是花了点心思打磨的 Elan的这个舞台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刚刚这个作品真的花了点心思的 因为一首音乐一个华材点一个爆点 并不算什么厉害的好歌 要在里面从头到尾不断地出现一些好听的点 这个才是搞艺术的态度 刚刚依赖那首歌好几个咬字 好几个节奏的处理 都让我感觉音乐的素颜非常好 其实应该要像这样的音乐人才适合去参加综艺比赛 因为他是真的有做准备 可以的 这一连串的这个动作设计不错 脱衣服 转转手 准备 准备做一个time away 有些人当然会 hate me 这拳转他肩肩在前一句 我想你也已经感觉到危机 I walking in the street go crazy like Chris Brown 面对那黑的我 know love TKO in the first round I don't know why so hate me 可能是你我的time toillet 进你EQ了高点 听起来就不会想再talking shit 跟其上偏低的人 能不能想出我说实话真的特别累 看他们表面装的屁事 心里面气死这个hate 我愿意做一个time away 有些人当然会 hate me 这拳转他肩肩在前进 我想你也已经感觉到危机 I walking in the street go crazy like Chris Brown 面对那黑的我 know love KKO in the first round Sorry my bro I gotta go 这几端排得非常不错 I don't know why so hate me But I gotta go 走这种技术路 I gotta go 排位四公里要是 I gotta go I don't know why so hate me I gotta go I don't know why so hate me But I gotta go Sorry my bro I gotta go I gotta go 这首歌要一直做节奏祈福 嗯这一段没有开头那一段牛逼的 这一段有点形式化了 我很喜欢OdKZ这种音乐形式 因为我自己听的话 我也听这种类型的比较多一点 Od的腔调找得很好 听感上还是很酷的 但是应用上我不知道他这首歌为什么 听到后半段就有点僵硬了 光有技术和节奏 感觉像是机器人说唱 Start成这个顺序排得相当的妙 因为在OdKZ后面接着就是Gummy B 因为Gummy B的这个作品 又是另外的一种不同的风味 他好多歌都是有点那种阴谋 深沉的 不知何时候开始 我们之间变得有点尴尬 可能是 从发现自己不是个孩子 发现更多责任要担下 也不是没想过搬家 说够你不是我行我素 冲入我的地盘开始大型土木 想跟你对话的喉咙 想被谁堵住 Don't treat me like a baby 像是刚学会叔叔 其实我也明白 这个歌字写得太好了 这种倾诉感 我忘记魔鬼想坐上头的座位 他要我保持警惕要求每个人后退 HIPHOP救了我也害了我 他要我保持L不管生活败的我 他要我保持Real不管好或坏的我 但他也让你失去那个你曾经最爱的我 他这次舞台状态太好了 我知道你也为我骄傲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才对我唠叨 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老套 但哪个饶舌歌手不想赚到更多钞票 爬上梯子破头也要取下money in the bank 你死我活到头 like nobody wins the game 你怕我骗得变成新闻少判新的谁 所发誓却不会让你留下担心的泪 我把你带到后台27的下午 没人知道这个女人总是我的家属 天洋高照这些人在呐喊 我看到你拿手机的时候微微在发展 我忙着合照而你悄然的离去 我不想客套但倒是也说不出一句 问你这样的我是不是真心不配 你却说boy do your dangerous 问心无愧 他这一次这个舞台状态非常好 像是一个讲述者一样的 而且歌词也非常的有力 完全被感染了 我不想再想到你 anymore 我不想再想到你 anymore 不想再想到你 anymore 不想再想到你 anymore OK 高明币这首歌结束之后 你感觉怎么样呢 这首歌太有生命力了 目前的说唱音乐 一种一种的形式活起来 一批一批的人跟着去做 甚至都开始已经有观众在谈论 这个HIPHOP的味道足不足震不震 其实当一个音乐在追求正宗的时候 就证明它已经进入了非常空洞 没有文化的阶段 中文说唱真的起步特别短 它毕竟是依托着中文来做的这种音乐形式 因为这种文字发展了几千年 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甚至这也是我们独有的 其他国家模仿不到的地方 我想这种外来的音乐形式 最终还是回归到本地老百姓的口味 这一集我又听到几个台湾特别有料的音乐作品 OK 记得点赞加订阅 最近我会在晚上八点直播 和大家一起reaction听歌 frestyle 聊一聊你喜欢的音乐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爱收唱的迪伦 晚上八点直播见见